关于秦的文字记录 可上述到两千多年以前 比如诗经中的 《我有嘉宾》 《古色》 《古秦》 《左传》中的 《君子之静秦色以仪节也 非以涛心也》等等 通过文献记载和相关图像可以证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秦 与唐代至今的古秦形制 已基本相同 而考古发现中出土的 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十贤秦 长沙马王堆汉墓七贤秦等 则被认为可能是古秦的前身 但具体的演变过程 还有待专家学者 进一步地研究探索 当代常用的乐谱 主要记录的是音高与节奏 但古秦谱记录的 是乐器的演奏动作 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的唐人抄本 结识调幽兰 是现存最早的古秦谱 其中是这样记录演奏动作的 大致当八暗伤 缓挑伤 无名当十一 暗工 无名打工 大致复范期 全服直语 但这样过于繁琐 不利于记谱和传播 所以在唐代的中晚期 出现了新的记谱法 这种记谱法 提取了执法信息的重要笔画 减去了繁杂部分 人们叫它 简自我